大家一起来看看纽约市各个地区水灾的情况 现在的时间是2023年9月29号 一般像这种老城区呢 每到下雨细节的时候呢 都会遇上这么两天 这个水灾的情况 你看汽车都泡了 这样子保险还会赔吗 保险公司看到这样子头都大了 看看这个水像不像是在海边 那个海浪滚动的感觉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记得几个月前才看到香港有那个 黑市暴雨警告 也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香港一整个城市呢 都是像水灾像纽约市这样子 像这种老城区啊 有改变改革不了什么 那地下的那个水管就是几十年的世纪了 从来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也不能改变 我妈呀 竟然有水果冲下来了 这上面有一家超市 你看这个是什么 是桃子吗 一整项的桃子都冲下来了 哇 水里面飘着桃子 哇 某蛮鱼 哇 水里面飘着桃子 哇 水里面飘着桃子 哇 水里面飘着桃子 这个视频呢 纯属是转载网友的视频下来 希望大家喜欢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